有这么一家人,高堂上,曾父母,就说奶奶的妈妈,老了,牙掉了,吃不到东西了,米都吃不了 怎么办呢,这个奶奶呀,就常常喂自己的奶水,给她的妈妈吃 有人听这儿又来劲了,就喜欢听这个,多大了,还有奶,我们可以设计啊,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以前人结婚早,遵循天地自然的规律,人体随之对应,74岁天鬼之 就是月经,那个时候,已经成了,可以生孩子,大不了在晚几岁 那到奶奶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四五十岁吧 以前人,第二个,生孩子多,在乎人定心旺,天伦之乐 甚至五十岁,甚至五代同堂,那现代人你不要说五代了 人家吃的好了,寿命也不短,甚至比以前古代有的还长 但是,三代从哪里,经常都见不到了 不生孩子,晚婚,不结婚 这种,人伦之乐,是想而无刀 人是群居动物,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人与物,人与事,什么都是人做 人才是主体,才是最重要 我们才是同类 我们才是同类 还有,就是 以前人欲望小 如果非战乱年代 往往 还是比较容易长寿 所以说 那个时候生孩子又多 可能 有了孩子,他就有奶水 什么大哥小叔的 这个辈分有的差很大 但是 还在先生一代 不断慢慢来 不纠结这个了 然后 他就把他 这个 身体慢慢的养好 心情当然好 感动 然后吃的又好 人奶啊 人最适合还是喝人奶 牛奶那是西方传过来 那奶牛是他们的物种 中国最早 差一点的洋奶 也比牛奶强 不洋奶 还有陆奶 当然什么都不是人奶 但是 长大了你就不要妄想 这是小孩子 他 老天给他的一个赠予 那 小孩子一定要从小 几个月好好吃奶 做妈妈 也要好好 就是这段时间 把这个奶水养好 给孩子吃 不要辣肚子 不要奶水不好 一定要从小 至少几个月吧 多喝一段时间 有的甚至一两年 那个太多了也不好 依赖 但是呢 毕竟年迈 这个 牙呀 因为吃不动米 有的牙不好的 还能吃动 就是 干妈饼 一口 一个 这种是 特别现象 虽然说 他牙没有了 牙是气血之鱼 是肾骨之鱼 但是他身体养的好的话 一样可以 你练 修人士 到最后牙齿反生 年纪大了还能长出来 是有这个可能的 那个太奶奶就希望 孙媳妇像儿媳妇 对她一样 对她 这个言传生效 都是自己的